每个加州洛杉矶12号的中午12点20分 发生了瑞士规模4.4的地震 镇阳接近洛杉矶的高地公园 距离地表仅有12.1公里深 因此震撼性十足 整个南加州都被撼动 虽然摇晃时间大约是5到10秒 但许多人担心这只是前兆 后续更可能有剧烈地震来袭 因此跑到球场等空旷地区避难 洛杉矶的消防队也进入了地震模式待命 截至结稿之前幸亏是无人伤亡 而帕萨迪娜则发生了水管破裂 当地的市政厅也传出了一个人受困在电梯